朋友们好 前几天我录了一段视频 谈国内的脱口秀主持人梁洪达被封杀这个事 结果一下就上来几百个跟帖 我还是蛮意外的 没想到争论这么热烈 当然这个事情的起因呢 就是由于老梁梁洪达在一集脱口秀里面 谈到中国的有些宣传中的英雄人物 雷锋 草原小姐妹 王成这些人物 是宣传品 有造假的成分 于是他后来受到了环球时报和解放军报的批判 现在又有传闻他已经被封杀了 那这两天我又多观察了一下 确实他的节目在那以后就没有更新 有人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跟帖里面贴了几个连接 说是近期发布的 我又确认了一下呢 那确实是他在劈雷锋之前录制的节目 只不过是有些YouTube账号最近才把它贴过来 才在YouTube上发布出来 那他的大部分视频呢 应该还没有从服务器上被删除 所以应该还可以看 那么对于网友们的争论呢 我挑几个观点回应一下 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说这个老梁就是该封 一个民族不能够没有英雄 没有英雄这个民族的精神就垮了 所以基本上是拷贝粘贴环球时报的那个评论 所以我差不多也就是针对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 再谈谈我的看法吧 我这么说吧 中华民族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 当然都需要英雄 而且也应该崇尚英雄 只不过就是共产党的宣传机器 所包装出来的那几位英雄 一个都不需要 我这么说应该够明白了吧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雷锋的那些 摆拍的好人好事照片 和陈光彪的作秀 你仔细对比一下 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其实陈光彪也是一直 以雷锋的学习者 模仿者而自居 难道我们中华民族没有英雄了吗 我们有大把的英雄 而且都是真品正品的英雄 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假的呢 文天祥的正气歌 就罗列出了一大把吗 在齐太史简 在近董胡比 在秦张良锤 在汉苏武捷 为言将军头 为姬世中邪 为张隋阳齿 为言长山蛇 或为辽东茂 清操立冰雪 或为出师表 鬼神气壮烈 或为杜江脊 慷慨吞胡捷 或为鸡贼户 逆树头破裂 中华民族历史上 这还仅仅是文天祥列举出来的 真品英雄 正品英雄 难道还少了吗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堆宣传出来的 贱品掺杂在里面呢 而且贱品 它起的作用是破坏正品的形象啊 这世界上最让人讨厌的事情就是似是而非 就是它看起来是那么回事 其实它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最近1949年以后啊 所包装出来的这些英雄 实际上它并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 所谓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崇尚情感 并不是经过若干代人自发所形成的情感 而是通过政权的宣传和教育机器 所制造出的意识形态产品 它是个产品 既然是产品就有用途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当然就是为了维护现行体制 阻止中国进步的 那我们来听一听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的歌词 所以大家也都听明白了 党其实并不指望你去学习雷锋的同情心 或者有什么不爱的精神 它需要你学习的是 雷锋对党的忠诚和昂扬的斗志 说到这儿呢 我想再多说一句 因为有另一部分网友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看法 他们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英雄 也是专制思想的产物 也是历代统治者以他们为榜样 想培养人们对皇权的忠诚 那我的看法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 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 未曾间断的文明 在若干世纪里 它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它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所以它应该是具有符合普遍人性的成分 忠诚 英文里面叫loyality 它确实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推崇的美德 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个loyality 这种忠诚和雷锋的忠诚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就在与忠诚的对象的区别 以及产生忠诚这种情感的价值观土壤文化土壤的区别 我过去也曾经讲过就是中国古代的宗法制 就是祖制列祖列宗这套伦理权威 是对皇权的一个约束 那有人就反驳我 说现在共产党那也有宗法制 是不是 它也是这个过去宗法思想的延续 为什么呢 它有老人干政啊 有退休常委 指手画脚啊 开北戴河会议啊 这些都是宗法制的体现 那你说当今共产党这个宗法制 和古代皇权社会的宗法制 有什么不同呢 有 就是内容的不同 古代的宗法制 它是以儒家的人正思想为它的土壤的 它当然讲亲亲尊尊 但是它也讲人民爱物 它在历史中主要起的是一种良性约束的作用 而共产党的宗法制 它是以马列毛思想为土壤的 这是它的正统 它是一种恶性的约束 良性的约束是让后人想干坏事干不成 恶性的约束是想让后人干好事干不成 就这区别 当然有网友对中国文化持负面的看法 认为中国文化基因有缺陷 这个我可以理解 这是基于现代的人权民主概念出发的 这完全是属于观点意见之争 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 这里没有谁的既得利益 要维护这个思想在里面 这和爱国粉红翻墙出来骂人是不一样的 对这部分网友我觉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 好 那还有个网友留言说 其实勇敢的心 就是梅尔吉普森所导演的那幅大片 勇敢的心里面所塑造的威廉华莱士 也是个宣传的形象 历史上真实的威廉华莱士 有很多阴暗面 所以说哪个民族都要宣传自己的英雄 都要搞包装吗 其实没啥奇怪的 这个观点我要稍微认真对待一下 因为党文化的一个常用手段 就是他把两件事的次要方面的共性加以夸大 把本质的分歧给忽略掉 最后结论都是全世界都这样 天下乌鸦业一般黑 所以他这么搞我也这么搞 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在刚才那个观点当中 他就是把英雄人物的阴暗面 和包装宣传造假 这两件事情划等号 英雄人物有没有阴暗面呢 当然有嘛 英雄本来就不需要他道德上是个完人 他有阴暗面 有缺陷 有瑕疵 都不妨碍他成为英雄 像美国的国父之一杰弗逊 是吧 他就是跟黑奴 就是他的黑人女奴有私生子 犹太民族那个圣人大魏 也有过跟人妻发生不伦之恋 这种事情 这都是阴暗面 都是瑕疵嘛 但是为什么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呢 因为他们所做过的那些英雄事迹 都是真实的 我们就说勇敢的心这部电影 电影里表现出来的那几场战役 都是威廉华莱士打的吧 这个没有造假吧 威廉华莱士他人生大的经历 整个经历的过程大的节点 没有造假吧 华莱士他确实是在追求苏格兰民族的独立 摆脱英格兰的压迫 为苏格兰民族的自由而战 这个方向 这个理念 是他人生的主轴 这个没有造假吧 那么既然这些事情都不是假的 那威廉华莱士他当然就是个英雄 那导演去表现他的这个英雄形象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说这个雷锋 至少是雷锋在被宣传部门挑中以后 他所做的那些好事 大部分是在导演所安排好的环境里面拍出来的 他被宣传部门挑中以前做过那些好事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至少他在被党选中以后他做的那些好事 大部分是在一个导演好布置好的环境下摆拍拍出来的 那么你能把他和威廉华莱士相比吗 最后说一个问题 因为我搞这个自媒体也是尝试着做没什么经验 制作的也确实比较粗糙 但是感谢朋友们的捧场 现在有些视频的流量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呢就有水军的身影浮现了 我知道最近共青团搞这个事情很积极 共青团中央网络了大批年轻人 组织这个网络志愿者团队去引导网上舆论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给自己取了个很萌的名字叫团团 那这几天一到北美时间的晚上 中国的白天时间 然后我这儿的视频下面的留言评论就大量增加 也不排除有个别来自团团的朋友 如果您刚好是个团团 是个年轻人 我想给您讲个故事 就是今年加州圣叠戈分校 毕业典礼上呢准备邀请达赖喇嘛来演讲 那中国的留学生协会就反对嘛 关于达赖喇嘛 他本人的观点呢 我不想在这里评论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中国留学生要求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 这个要求被拒绝以后呢 他们有个说法 说校方的决定破坏了学校的包容和多元 那这个说法一听啊 乍一听我还感觉有点错乱 有点穿越 不是你们要求取消达赖喇嘛的演讲吗 怎么是学校破坏了包容多元呢 后来我转了两个弯才想明白 他的意思是说 我作为爱国留学生 我绝不包容达赖喇嘛 但是你学校必须包容我这种不包容 我的不包容是多元文化里的一元 我的视频留言里面呢 也有人这么说 就说你们在西方不是讲言论自由吗 为啥我在YouTube上的留言被删了呢 说这话的呢 我大概能猜到您是从哪来的 人声攻击和谩骂 在自由社会里面属于abuse 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不被允许的 当然你有你表达观点的自由 你可以组织游行示威 街上有人示威 你也有自由组织一个和他相反的示威相对抗 但是你没有自由冲进他的示威队伍里面 把他搅黄 所以对于团团和团团的同行来讲呢 我想说的是在我这个很稚嫩的YouTube频道 索性的有一些朋友愿意捧场 已经是一个小小不言的社交群落了 在这里呢 我不会包容你的不包容 因为一个视频下面动辄就有几百条留言 我未必都来得及看 所以有漏掉的呢 还请包涵 昨天有个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 接连写了几条谩骂的评论 因为也没有什么观点 就是脏话嘛 所以我就把它block掉了 就是把它封掉了 禁止它的评论功能 在封掉之前 我去看了一下他本人的YouTube频道 他本人的YouTube频道上面贴了一段 他自己手机拍的视频 拍的是他妈妈生病住院了 挂着吊瓶在书页 然后他就剥香蕉喂给他妈妈吃 这个画面呢 我觉得还是挺温馨感人的 他在视频里面是重庆口音 所以我想大概这位网友 现在也住在重庆 是翻墙过来 到我这片小小的地盘来引导舆论的 那可见呢 这位网友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一个挺温情默默的人 和他在网上的性格判若两人 我的感觉吧 最起码这位团团 比起那位怒奏亲爹的铁血小粉红 还是觉得可亲一点 就是有一位小粉红 跟他亲爹在饭桌上产生了争执 他怒而摔碗而去 临走的时候呢 还狠狠踹了他亲爹一脚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 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这位小粉红 大有当年博三公子 一脚踹断他亲爹三根肋骨的遗风 所以和这位铁血粉红相比 我刚才说的这位团团呢还是挺有温情的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 如果您的工作是骂人 我会毫不犹豫的禁止掉你的评论功能 但不代表我对你有多大的成见或者仇恨 只不过很抱歉 我不能为您完成工作提供便利 如果您仍然愿意花几分钟来看我的视频 您听我嘚巴 我仍然非常感激